嘉义市政府,今天下午5点30分左右发生火警,由于正值下班时间,大家议论纷纷,保全人员和行政处长陈宝东逐楼清查火源,发现五楼国税局的机房有农烟,消防人员紧急赶到不水线,最后确定为一台紧急电源OPS主机燃烧,农烟触动警灵,无人受伤,虚惊一场警报响起, 大家一度以为是火警演练,之后各局处长出面要大家赶紧下班,疏散大家,也不要妨碍消防人员抢救,嘉义市府表示,火警启动原因是五楼国税局紧急电源OPS主机燃烧,发现之后已经紧急处理,消防局在第一时间派员查出营物起点,目前经查只有OPS小主机烧黑,没有人员受伤或受困, 市府同仁与国税局同仁也在第一时间疏散,嘉义市府今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发生火警,消防车接或通报赶到现场,记者将已经摄影,分享,嘉义市府今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发生火警,消防车接或通报赶到现场,记者将已经摄影,分享, 嘉义市府今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发生火警,消防车接或通报赶到现场,记者将已经摄影,分享。